现在大家都在敲碗 希望这个过年后 能够尽快领到这个6000块钱 但是现在发现 原来地方也超增这么多 原来也都是常年的行政失灵 竟然行政失灵的结果 就是超增这么多钱 台北市有200多亿 那新北市更多269亿 台中市也有154亿 这么多钱不是应该要还税渔民吗 不是应该来照顾这个弱势吗 来益串兄 我们是不是可以大家敲碗 希望这个地方双北还有台中 快来发质啊 你不能把人民抽质啊 是不是 对 这个超增的事情 我们也讨论 看要吃个月 大家听着也都听 有什么叫做超增 这件事 地方政府超增700亿 你们去问这三市政 第一个去问 那个郭佑儀的 是说我们新北市政府 收支短处 质不够 收支短处 所以这个没法度 第二去问卢秀院 卢秀院说我们要去还债 还债 钱都已经拿去还债了 所以也没法度 去问 讲话我们说 我们这个多了钱 会用于市政 这三个月 出自苏贞昌院长的嘴巴 会怎么 所以比如说 没有啦 我们就收支短处 没有啦 我们就拿去行销 没有啦 我们用于国政 都叫我闭嘴 这三个人说 这三个人都没人有意见 这电风串的税 台北都跟土地有关的啦 土地税 房屋税 土地增值税 这都占大宗 什么印花税 七税 那都要借 现在要讨论 就说国民党 要用这个 这个方法 这个保守 要来说 你们这几千几亿 什么都拿出来奔 尤其主力论 说三千几亿都要拿出来奔 当然民进党就说 不然你那七百几亿都可以再奔 好 现在今天 今天新政院送权 是送去跟晋万一 国民党说 这样不够 六千不够 我跟你说 六千不够 要改一万 改两万 很简单 就是奔在那个 劳健保的那条 就没贪保 台电 也没贪保 明年今年 金气败 金气败 劳一笔钱要紓困 那也都没去 要扩大公共运输使用 譬如说 我们选计 有一个北北基头的 那个月票 四个县市要提出来说 要有一条交通月票 这个保障 卖不去 国民党你买吗 没有啦 那地方七百几亿拿出来 这七百几亿是中央的四千五百亿 分给他的哦 对对对 他们自己每个县市 自己也有税率盈余 两百亿一百亿 对对对 就这超真的嘛 那个在七百亿的以外 他还有隔壁 说话是很好意的 是 我感觉这真不说话 这三个国民党的市场 出来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都没人有欢迎 没人说对了 因为一般家人 这样划 我们可以提供这三个市场 在划市场有困难 因为钱不够 怎样怎样 去借钱 行李行 本金 可是中央政府因为大家欢迎 要来分这六千块是好事情 不能无法赔 败事情 我也奉劝国民党 因为这几天要处理中医生 还要处理处理很多重要的法案 这不能够动 因为你这档内 告诉你这个法案 这个要分级的地方 我告诉你这个法案没过 后面医生是不能变了 他再拖到过年过 这法案先给过 医生 医生给你过年要处理 这条如果没过 过年的时候 大家在围露 在讨论六千块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 动这六千块不要分 连这个法肚党不要给过 六千块就分不成 各位庄亲 这条国民党最后看 这几天的变化而已 这几天国民党 如果拿着几千元 都在乱务乱虫 要动 动到我们过年 在围露的时候 在讨论六千块的时候 如果说这六千块要分 我们要跑到三岁 四岁去了 这都国民党 国民党在动 大家要记得